人和所有有生命的生物一样 生下来就是要向上成长 你见过小叔叔想偷懒 就是不想长高的吗 你看见过花偷懒 就是不想开的吗 我一辈子就想含苞一放 你看过小孩子 不想跑跳不想玩 而是就想懒洋洋的躺在床上睡大觉的吗 你想让他停都停不下来 人的天性里根本就没有懒 所有的懒得干懒得动 都是因为生命力 被心理的障碍组织不前了 人的能量被过度的内耗在里面了 没感觉到心理哪消耗能量啊 其实每个人无时不刻的都在用 只是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比如说 我们到任何一个场合去 都要有适合这个场合的言谈举止 在这个场合我应该怎么样做 我应该说什么 好像周围的人都是观众 都在看自己 这个人呢就像演员在表演一样 可是即使真的演员 也是在台上才表演 下了台他一卸妆 这表演就结束了 你看那滑冰运动员啊 跳完一场之后 啊 终于完事了 可是现实生活的很多人啊 除了睡觉 无时不刻都是在表演 你说能不累吗 当然你说人和人相处啊 就得注意礼貌啊 分寸啊 但是当一个人过度适应场合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自我 是根据别人的反应 来调整自己的表现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说的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个对能量的消耗 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第二种啊 有的人真的特别是想上进 可就是懒得干 不能自律 得不停的逼自己 当然就会觉得累 其实这个人呢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才用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是做这件事情的力量 另一股力量是逼自己的力量 逼自己做啊 是因为不愿意做 内心又抵触情绪 甚至恨这件事 也就是说内心 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本来这个自己的能量 应该用在怎么成长 怎么做事上 现在把这个能量 用在打架上了 所以要找出 为什么不想做 这个障碍到底来自哪里 你把这个障碍清除了 身上这股劲头 自然而然就来了 第三种跟上面不同的是 对所有的事情都懒得做 即使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也提不起精神头了 这其实不是懒惰 是自己身体的能量水平太低了 你这个是歇也歇不过来的 其实是一种慢性疲劳 怎么什么都还没干呢 就累得慌 这能量都跑哪去了呢 是心里的能量 被长期的消耗到负面情绪上了 比如说犹豫 有的人啊 第二天如果要做一个决定的话 头天晚上可以一宿睡不着觉 怀疑 哎呀这老公老婆是不是有外遇啊 拖延 别觉得不做这事 拖延就可以不想他了 相反 这事总在你的脑子里 时时刻刻也挥不去 还有担心 自责 内疚 愤怒 等等 像个乌龟一样 这个人身上时时刻刻都在背着那个重重的壳 在艰难的爬行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人把身上那些重鹤全部都扔下去 那一下子得轻松多少啊 一下子就可以跑起来 跳起来 有晕不完的充沛精力 你说 他如果想干一件事的话 他想追求一个目标的话 怎么可能会做不成呢 第四种 过度用劲 用劲过头了 比如说学霸 工作狂 这些人可不懒啊 可是这些人啊 除了他们拼命做的那件事之外 其他事情都懒得干 比如说一个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老总 回到家里之后啊 一下子就摊在沙发上 什么都懒得干了 孩子也不能理他 谁都得处处小心着他 因为过度的消耗 会在他们的情绪上特别的易怒 特别容易失去自我控制 你要是叫他说 哎 你看阳台上那盆花开了 真好看 他会非常烦的说 不看不看有啥好看的 我知道 虽然很多人不想成为工作狂 但是很多人想成为学霸 想有他们那么大的劲可以学习 学霸 不是为了获取智慧而学习 是为了拿高分 学习在这对他们来说 就成为了一种 让他们能够成为人上人的工具 对于工作狂来说呀 这个工作也已经不是一件他们感兴趣的 自己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而是用来攀升自己身份的 满足自己内心 不能够满足那种欲望的工具 两者都是出于内心极度的不安全感 卑微感 他们不是比其他人做事更有动力 而是像强迫症一样 他们没有选择 可见 调节心理平衡 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 不管是上述的哪种情况 你感到自己懒得干啊 懒得动啊 幸运的是 我们人呢 就像我们的身体 他受了伤啊 他自己就是想要愈合 要长好 生命的天性 就是要向上 成长 发挥自己的潜力 当我们把压在心里的那些负重解除掉之后 生命的本性就会活跃起来 人就会想动起来 就这么简单 我开通了收费私聊 想找我私聊的可以到 王破555 atoutlook.com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视频真的对你有价值 你想支持我继续做下去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资助我 看上面那个二维码 或者是到patreon.com王破那去资助我 其实今天你看完我这个视频 就应该能够节省出来一大块能量 因为困惑也非常消耗我们的能量 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把一件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的时候 你就会说 哦原来这么回事 就有输一口气的感觉 咱们下次见